一對情侶 一對情侶 五四三二一 停吧 天啊 終於扛到鬥了 天啊終於扛到鬥了 都誰出來了 誰出來了 歡迎來到一對情侶 兩個人 和大甲媽祖一起南下繞進的 徒步環島中 今天是第八天了 妳是不是有點忘記今天第幾天 對 已經不知道驚喜是何事 但我們今天是中午才出門 因為原本表定是晚上11點跟著媽祖有軟轎走 但是發現我們的團隊 腿力跟我們的負重 沒辦法允許我們這麼做 對 所以我們就決定就是 徒步環島中 必得大甲媽祖肉盡 還是主要以我們 現在目前可以繼續持續走下去 然後不會受傷的狀況為主 但是只能說接下來三天都很硬 因為一天 它每個行程都走大概38公里 但是包含你其中有些要繞啊 可能要40公里以上 對 那我們現在要去戴賈正蘭光 要先跟一些驚喜的好朋友們會合 大家一起出發 走吧 驚喜的好朋友有這麼多個嗎 驚喜的好朋友 謝謝 謝謝 感謝你們 怎麼會有這種事 幸福來的太突然 徒步環島 我們特別安排好日子 一起跟上大甲媽祖 遭近南下 大甲媽祖 每年會從台中大甲正蘭宮 徒步走到嘉義的新港奉天宮 是台灣盛大的遭近活動 來回徒步大概是340公里 被Discovery探索頻道 列為世界三大宗教盛世之一喔 在這邊 我們和好朋友們集合 一起出發 空旗 люди也在環島 我們是一起去環島 對 天啊 好 大家都集合了 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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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緣 Hi Hi Eason哥 我也是Eason 對 你也是Eason 我想問一下這一路 你現在走下來跟 突然相處怎麼樣 還可以嗎 其實前五天每天吵架 真的假的 好不容易在第六天停 是第六天沒有走是不是 第六天休息 對啊沒有啦 就是其實路上有很多事情要溝通 尤其是這種你也知道很熱又很累 然後尤其走到後面腳很痛 對 很容易會因為一些小事情 然後直接就啊 懶得控制脾氣了就出去了 像女朋友生氣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就是看他要怎麼樣就盡量配合啊 就配合喔 對就配合因為那時候 通常就是歇斯底底的時候 就是你講什麼他也不會聽道理 而且在感情裡面講道理是最盲目 就是最不理智的 就不要講道理就對了 就聽他了就對了 尤其是那個當下很難跟女生講道理 沒錯沒錯 沿路上我們訪問十個人啊 對 有九個男生就說先讓女生 先讓女生 先讓女生安撫女生 先安靜下來之後之後再熟 因為其實我們也是壓力很大啊 你看我們不安撫然後不讓的話 又顯得好像我們沒風度 但是讓的話 誰安慰我們 對啊對啊 是不是 那我們常這樣讓讓久了好像 哎呦好像應該的喔 怎麼可以這樣 所以就是也蠻為難的 但是沒辦法愛就比較差不去 是啊 就是讓一下吧 我覺得問我沒有那麼那個 我覺得應該問有結婚的 那你跟老婆在一起多久之後結婚了嗎 喔真的久了喔 我跟她是高中同學 高中同學 對 畢業之後才在一起 所以大概幾年 認識來講的話大概超過20年了 啊在一起幾年結婚 在一起的話大概也是大概18年左右才結婚這樣 哇真的很久耶 對我們跑很久啊 其實我們原本呢 以前我的目標計畫是在25歲到30歲之間結婚 但是後來因為各種的原因狀況 中間又短暫的分手啊幹嘛之類的 對後來如果再複合嘛相處 那我們才在去年決定要結婚這樣 嗯嗯嗯嗯 對其實一開始呢 我們交往的時候呢 也是媽主簽的 喔 就是大甲正蘭宮 大甲媽祖祖祖 在高中的時候其實我就想追他 畢業之後大家都大學各自就 到不同地方了嘛 對對對 那後來有一次 他那個時候在教育讀書 嗯 我就跟他說 欸那你考完試了 最近沒事 那我們要不要出來走走逛逛這樣子 反正我那時候也很笨 然後想說不知道要怎麼約 那就來一個理由就是說 最近大甲媽要出門了 我們去看熱鬧好了 等一下 你借媽祖的名義約女生出去 我想 有媽祖遶境的活動 應該不會有什麼奇怪的事發生 其實是很安全的 後來呢 就在那個 我們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2004年的4月17號 看完熱鬧之後 就那一天 就正式在一起 好啦 那個媽祖給的 給的姻緣這樣 對對對對對 哇 然後中間後來 很好玩的是 我們曾經中間有一段過程是 分手了 分手大概有兩年的時間 結果呢 又是靠白叉祖媽祖幫我們復合 所以媽祖就是要你們在一起 一定要在一起嗎 欸對 當然在婚姻的過程中 一定要有妥協 對 一定要有溝通 對 我們就會各自去 各退一步 就是溝通 然後互相的了解 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 對 然後容忍一下 然後讓整個夫妻生活 就更加的順暢 沒錯 對 最後好辛苦喔 哈哈哈哈 我們一路受到很多好友 還有信徒的加油和鼓勵 還到了滾滾家做客 吃了肉丸和豆花 一路走到晚上 前面有個小車隊 然後你看他們的 那個燈的指示燈 都已經亮起來了 香氣喜 你是畢業生嗎 對 所以是畢業的徒步 算是 你們會走多久啊 我們會走到新港 你們會走到新港 也當作給自己的畢業旅行 太酷了 畢業愉快 謝謝 加油 我們也是加油 這晚我們的住宿 來到我22年 沒有聯絡過的國小同學 他看到我們在徒步環島 提供了家裡的客房 給我們住 我們真的是沒有想到 今天會有床可以睡 好棒喔 差一點要睡路邊了 真的 因為我們今天在路上的時候 看到好多人睡路邊 然後我們就想說 喔 大腳道徑好像滿多人都會睡路邊 對對對 我想說這本來是我們要過的水 我說是不是應該要再次感謝一下我國小同學 還好做人不算太壞 聽說你們也是二十年沒聯絡 對 二十 應該二十二年了吧 剛嫁來園嶺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很陌生 然後很鄉下 可是 可是 很老實欸 我承認我是天龍國的 所以 我們 我們台北認識 從小台北長大 對 而且就是那種蛋黃區 大安中正區 然後就覺得 那邊是非常的繁榮 然後突然到一個園嶺的地方 他們覺得好偏僻喔 然後很不習慣 然後也不習慣那邊的人文 風情 對 然後就會覺得公公婆婆比較古板 終於打招呼了 所以公公婆婆比較古板 然後很多觀念比較不一樣 但是這時候 先生就會站出來 告訴我 他從小是在什麼樣的環境 經歷這些觀念 然後到後面 他慢慢的會去幫我們調節 說 跟他媽媽說 其實就是我也是從都市來的孩子 那我經歷過什麼 跟他們不太一樣 所以 應該必須互相包容 對 就是慢慢去調節 然後我婆婆這樣也變超好活潑 我們就這樣一直聊著聊著 到很晚的時間 才依依不捨的去睡了 吃飯時間 真的很謝謝 如此佛心提供草地還有草菸 大家都是直接睡覺 我們等一下也會休息一下 我是不是黑一圈 這天下午 邊走邊收集了很多祝福 有朋友 還有粉絲 脫大甲媽的福氣 就是才有機會 在這一段的鄉路遇上你們 對 那也順便贊助一些屋子給你們 在路上可以使用 不要把不開心的事情 都藏在自己的心裡面 你如果假如說你自己有什麼想法的話 你其實要跟另外一半 告訴他知道 對 因為你如果什麼東西都沒有講話 其實他也不會知道你 心裡面他想的是什麼東西 永保激情 我覺得婚姻是一條 就是很漫長的不歸路 希望你們如果是真的都想好了 那就要堅持下去 無論遇到任何的困難 因為你們一定是可以同享福的 但我覺得問題就在於 怎麼樣去度過一些患難的過程 那希望就是說你們在這段患難的過程裡面 都可以繼續的去 堅持當初你們會想做這件事情的一些 想法跟初衷 然後帶到你們未來路上 不要太計較 因為我覺得很多事情 如果你計較 就會有一些 你想要什麼想要什麼 反而就變成是一種負擔 所以其實不要計較 然後真心付出就可以了 希望你們結婚後會有更多不同的火花影片產生 對 下面一個人出去一定會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旅遊模式出來 我們還受到粉絲的招待 到他們家開的涼麵店去做客 我覺得是因為兩個人真的 應該都是很愛對方 然後都會願意為家庭付出 所以才能就是一直的撐下去 不然其實因為我們家是都是一起工作 從以前的市場工作一直到現在 我們家庭都是一起工作 一起工作的話摩擦就會更多 這家就是要互相互 settlements 然後我覺得她們也很乖 結婚真的沒有比較好 不要抱太大的憧憬 真的嗎 結婚不是1加1等於2 結婚是0.5加0.5等於1 兩個人都要消掉一半之後 然後再合成一個新的1這樣子 第九天是到目前为止 徒步最长的距离 42公里 等于了一个全马 我们一路走到深夜 现在是10点 然后 现在走到 远林的边边 遥15通 而且好累 我觉得好像走一走就会睡 大陆谢谢 我们走到了晚上11点 对 11点半了 感谢你 半天要12点了 还是它最后的 一公里 好痛哦 看得出来 已经超过40公里了 我觉得已经超过我们 能负荷的范围了 也许对有些人来说40公里不算什么 但对我们来说 真的已经是最高承载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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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褲子太猛好不好 感谢你 谢谢你 好像没有圣光 对啊 你现在逆那个光路灯光刚刚好 真的再次感谢一路朋友的收留支援 让我们能有个落脚处安心的休息 嗨 走破函岛庄第十天 大甲妈祖绕境第二天 昨天走了42公里 要是吗 现在的脚其实睡得很薄 但是恢复的没有想象中这么好 而且我脚两只脚各起了一只一颗水泡 哎呀呀 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的改编有点小骚当 但是它是水泡吗 我不管还是海鸡 啊 是啊 它是水泡啊 啊 你看 它是水泡啊 啊 啊 这是水泡 啊 快点到吗 这里泡了 啊 这是水泡 没有根本有戏剧效果啊 不是是你自己有戏剧效果 不是我有戏剧效果 你真心痛 然后这边是这里 它是吗 是 它是 它姓水名叫泡 它终于认主追踪了呢 对对对对 感谢绕境途中这一群医疗团志工 包扎之后 我们这天早上也受到了东森新闻的专访 还有和一群从台北下来陪走的好朋友们碰面 也给了我们祝福 医生你要撑住啊 互相包容吗 互相包容 走一圈已经够辛苦了 未来结婚还是更辛苦 祝福你们整个环岛绿船顺顺利利 环岛的路上不要受太多伤 加油 Eason已经很棒了 因为看Eason就是不太会运动的家伙 然后愿意陪突结来这边走路 其实 已经释出蛮大的诚意了 但这当然就是过程的一部分 在这中间你们一定会吵架 一定有争执 重点就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争执 这个徒步旅行只是一个 你们漫长人生中的一个过程 在未来结婚之后一定会遇到比 这种比如说我今天要走几公里 还要更大的问题 要想办法找到一个适合的沟通之道 才有办法走得长久 所以我觉得沟通是蛮重要的 然后身为一个亚洲女性 我真的觉得婚姻不是必要的 好不好 不是必要的 对 想清楚了 再去做 带着祝福 我们徒步走上西螺大桥 终于在桥上跟到了大甲妈的鸾叫 来了 我们的马主人就来了 阿东姐 你们的马主要来了 哇 扛到大甲妈主的鸾叫了 但这个机会难倒 我们躺一下下而已 等一下这样让给别人来 好 往旁边对 好 来 好 进来进来进来 欢迎又到下 哇 你休息一下 有了 待会哦 Jenny 好 欢迎走 好了好了 好 来 扛起来 好 扛起来 扛起来的当下心情真的是很激动 而且你看这个画面 蓝天 红桥 绿田 就是超美的 而且扛到轿的感觉 就像是被妈主娘娘拍到了肩膀一样 感觉就像是获得她最直接的祝福 4月10号的晚上9点20 然后我觉得有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真的是很想要记住下啦 哦 好 就是其实因为我们这一趟路 真的是当天 我们才会决定说我们要住哪里 或者是前一天晚上 我们才决定 刚刚就在烦恼就是从虎尾到 就是新港的部分的时候 就一样这样的身体状态负重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点辛苦的 这样 就在我们烦恼的时候的五分钟之后 我的IG的小盒子里面 就出现了一则私信 然后是我妈妈的朋友 就是你跟阿姨 她就突然跟我讲说 她有一个好姐妹住在虎尾附近 她很会开车 有没有可以帮忙 提供住宿给我们的秀凤阿姨 也是迎楼妈祖的信徒 我们都说 这是妈祖牵起的缘分 而隔天早上秀凤阿姨 和她的女儿克里斯 还特别早起 帮我们准备了早餐 而且还跟我分享了情侣吵架 如果男生都不说为什么生气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男生其实很会 哎 冷战 或者是就装酷不讲话 然后或者是他们觉得说很多话 都不用讲出来 那可能对方就要懂得去理解 但是就是不讲就没有办法理解 对 所以就是 我女朋友最经典的一句名句的话 如果你要装作让我不知道你在生气 那你就要装到底 让我不要发现 哦 我根本不晓得你在生气 对 那你就不要就是又臭脸又想要让她知道 那你就直接讲 对 哎 他这句很经典耶 对对对 经典名句 所以我又记在心里面了 所以我现在就会说 对 我就在生气啊 我在不开心什么 就会直接讲这样子 哦 这句好受用哦 阿姨哦 益祝你们哦 每天都非常的快乐 喜乐每一天 感恩新的缘分与帮忙 继续踏上第十一天的旅程 我们一直等到晚上 到大甲妈祖娘娘入庙安佐 完整徒步参与了这一年 从大甲镇南宫到新港奉天宫的绕境城市 如果想要看完整的绕境分享 当文化解说和祝寿大典的仪式 大家也可以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我有另外剪辑大甲妈系列的影片哦 哇 我们顺利的 就看完 妈祖祖入庙安佐了 然后现在他们正在送金 是 那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差不多就到这一边 我们组续到第十一天 然后跟着大甲妈祖绕境的第三天 我们终于顺利到了新港奉天宫 成功 如果想要听我们环岛的完整故事 也可以点开下面的资讯栏 收听我们在中央广播电台的 《生旅follow me》之 徒步环岛中的节目哦 我是图杰 我是Eason 订阅开启小铃铛 继续徒步往南走 我们下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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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